一呼,慢慢的我张开了双脸,姐姐费尽心思给我起名字,得到全家人的任务,关小童。 伴随着爷爷悠扬的情书生,在家人们的呼唤与欢乐幸福中,我来到了这个既熟悉幽默山的世界。 我一天天长大,到我会一一压压叫爸爸妈妈的时候,到我终于可以不用大人扶自己走路的时候,到我越来越熟悉这个世界的时候。 我爱我的亲人,我爱我所看到的一切,嫩绿的草,洁白的云,五颜六层的花。 所以,我总想象着,自己也是一朵小花,安娜从土里冒出头来。 开始无用无虑的,在大地上生活,听鸟儿唱歌,看小马蹄搬家,我仿佛是大地上最最渺小的一个。 小草都比我高,渐渐的,我长得和身边的青草一般高了。 我跟他们说话,给他们唱歌,带他们一起跳舞,大家都很喜欢我。 我无论到哪儿,都会感觉到爱的光,我非常开心。 我长得很快,一转眼,已经长出了花骨朵。 我已经比身边的小草,和其他小花都要高了。 当然了,成长,也并非一帆风顺。 有一天,下起大雨,雨点,落在山上很高,风几乎将我吹倒。 这时,身旁的小草,都被到了我的身边。 身后的大树,也为我传来舒服,还有一位路过的园女伯伯,蹲下身,用她的双手,护住了我。 我感觉很温暖,暖到眼眶湿热。 风雨过后,我看到美丽的彩虹,我也安安鼓励自己。 要加油,要走日盛开,要保护身边爱我的人。 如今的我,依然长大,我很幸运,每天继续阳光云露,和大地母亲的馈奏。 小桶,红桶桶的桶,我希望,我可以像自己的名字。 开出一朵,最严厉的花。 我梦想着,这朵花,能月般的炫耀朵露,直到今天,我,二十岁。